你必须记得我 你必须记得 你这心情正式 跟画上对上了 你正式得了 跟画上对上了 别人住这个地方 就知道了 就这个地方 我找不到了 来来来 我必须记得了 然后我这里再给他看我画的像 你们一个一个排队在里面 我给你们画 这里我猜到 这里那个时候已经有电灯了 然后有高音喇叭 然后你们都穿套鞋了 但是这些庄家都没有 这些庄家全都没有 医疗有了 到我们知青房间里来坐过 拿一个停电了 就拿一个玻璃瓶 里面灌点油 我到现在还是 无法好好地说一说 就昨天两三个钟头里面 我经历的事情 但是 一点不浪漫 一点也没有 也没有伤感 农村变好了 那边农村这不再 很穷 以前我们小时候一提到江北 也就是荒凉贫穷 我去的时候也是这样 好像现在不是这样 完全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给我的感觉 景观全都变了 那个陈毅能 这个老书记 从拖拉机上下来 他叫出我的名字 他比我小三岁 他还记得我 那一顺 我就走向他的时候 我也很高兴 很高兴 终于有一个人是 可以跟记忆和对上 在他在我都是这样 我以为我换农民最好的一个阶段 就是在江苏的这个阶段 二十一二岁